考一下这三个按钮如何做出来 所以假设你这个不要 你就把它变出来就对了 另外的话 如果工作里面刚好 你刚好有做到类似的东西 你就再复习一遍 多做几遍之后的话 我想你会非常纯熟 慢慢发现写程式 也不过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OK 就要练习就对了 OK 清除 然后这个是输出公式 输出结果 这个是输出公式 那最后的话 我们就是要 插入函数里面有个月卡函数 OK 所以接下来就这个 如何在Excel里面 产生这两个东西 输出到这里来 OK 那这个流程也是一样 所以听懂了之后 反正你做过一遍 你会的你就真的会了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你就 要学习这种东西 不是用思考的 像这种东西 我是比较推荐 就是你们不要一直想 你就做做看就对了 你做出来你就会了 什么时候会 就是你做出来 OK 你不要一直想说 你要怎么怎么怎么 反正另外第二个就是 你就是熟练 OK 反复做就对了 像这种东西 充其量就是一个技能吧 技能就是 就是我就会 而且我很熟 就这样而已 OK 所以你说那工程师 他们每天做什么 就是会 然后很熟 那 再来剩下来就是说 他们有没有办法来提升 所以他 这个东西 你就有固定的SOP 你就把那写一个固定SOP 把那个笔记稍微整理一下 你会发生我写来写去 都固定那一套 方法 只是我没有把它Stable 一个一个Stable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 我们因为将来要做出这个月卡函数 然后他可以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东西 那你要必须给他一个两个三个东西 一个两个三个 就是选给他 丢到这边来 结果按确定 他就Return结果到这边 OK 那这个怎么做 那你当然如果你前面逻辑会的 下一阶段就是怎么做 有印象吧 我们前面做过 一 一样到VIOBASIC 二的话呢 其实就是哪一段 其实就这一段 我先把这个先删掉 其实就这个 那我就恢复原来的样子 这个东西 有没有还记得吧 插入程序 然后呢 选第一个选Function 名称叫月卡函数 输入上去按确定就好了 第一步 先产生什么 一个月卡函数的名称 OK第一步 应该没问题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你要跟使用者要什么资料 因为Function跟Sub不一样 Sub是就有点像他不跟你互动的 反正我做完 我自己去抓资料 我自己输出资料 输入跟输出都不管 不论问你 自动全部OK 那Function不是 Function是一直问 接下来你要给我什么 然后你要给他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结果 吐到那个储存格那个位置 所以他第一个问你 你要给我月考一 所以你要什么 在这边 你要个第一个 就是月考一 逗点 那你要给我月考二 月考二 那第二个 第三个你要个月考三 第三个 像现在我们大家也在思考 那个AI 那个人工智慧 这样也要 比如说应用在那个机器人上面 那一样 机器人你要跟他互动 你要给他什么 给他一些参数 所以你要问他一些东西 有点像互动 其实有点类似 这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Function 对不对 然后你要做什么 你就丢讯息给他 他就 就是回馈给你一个正确的东西 那只是说我们把它写成程式的话 就是一个Function月考函数 接下来的话做什么呢 我就把他的相关给我的东西 把它拼凑之后的结果 丢到哪里 丢到这个月考函数本身 这个月考函数因为游标放在这边 他就把结果丢到这边 所以我就把月考函数先放前面 等于什么呢 他给你什么月考一 那可是问题 月考一要怎么办呢 要必须什么 乘上 乘上什么 乘上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是什么 其实就是那个range 11 我用range来表示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找 月考一 你就帮我乘上range的11 加上什么呢 月考二乘上什么呢 arrange就储存格里面哪一个呢 这个11 所以这边把它改11 然后这边的话就F11 所以这是月考 这边要改一下 刚刚这边要改月考二 乘上这个 你帮我把它丢过来 或者你这边可以用那个30% 不过特别注意这边VBA不支援person 所以你不能写这样 你可能只能写这样 0.3 OK 特别注意 要不就是你直接去那个储存格抓 就range的11 然后再来就月考3乘上F11 OK 应该可以看懂吗 这个逻辑跟刚刚那个sub蛮像的 只是差别是说 我们sales改成 他提供给我的一个月考一二三的讯息 好了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就直接直接再切回到这边 那你会发现插入函数 就会月考函数 然后给月考一 给月考二 给月考三 丢过来 他帮我串完 结果在这里 然后因为丢给谁 丢给他自己本身 所以丢给自己本身 再丢到这个储存格 确定 没错 当然只是说你要向下填满 这样OK了 所以应该 没问题吧 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要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说 就当然会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要月考一二三有三次 要选三次的麻烦 或者四次五次 那可不可以帮我刷一下 我全部抓过来 一次处理就好了 这个当然我们在那个 就是第二次上课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在有点忘记 你可以参考第二次上课 那手机函数范围 所以如果要把它改成范围的话 直接拿这个来改 一直接怎么样 Copy它 Function NS Ctrl键按住拖拉 那我这边把它改成用范围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会需要月考函数范围 这边改一下 意思就是说 你给我四个范围 你不要给我三个储存格 那所以呢 这边一样 底下这边记得要把它改一下 那这个后面的话也是一样 就不用三次了 你就给我一个范围 范围意思是说 你就用选的啦 你就选三个给我就好了 但是这三个呢 我必须的 你给我一次 我一次本来是要一个一个的 结果你是给我三个 变成你要后置 自己切割开来 切割还记得吧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姐讲过吧 多个A A的话就array的变数名称 我随便取 这个A的名称可以自己取 你可以叫A叫B叫C都可以 那它可以取得什么 取得月考范围 这个的 这个它里面的词 这个里面的词 基本上就三个 所以它一次选三个 这样子 那我要抓第一个的话 第一列的第一栏 第一列的第二栏 第一列的第三栏 那先列再栏 跟Sales一样 OK 所以写法 因为我前面讲过 如果细节不剩清楚的话 可以 自己再回去看一下 那这边就是A 刮虎什么呢 第一列的第一栏 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改成什么 第一列的第二栏 所以我直接拿这边来复制 把这边改 月考2 我就是把它切割开来 你就是一支二 这边的话就一支三 这样的话就大功高 意思就是说 我等一下要选的话 如果要选这三个 那我把它切开来 记得先列再栏 所以一支一 一支二 一支三 这样子 好 做完了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 基本上呢 有没有 其实就是拿上面来改 不过特别之后 有变的地方就是这个 月考函数范围 这要改 然后这边的话呢 只要有一个就好了 刚才三个嘛 那把它抓第一个 这个抓第一个 抓第二个 抓第三个 一直可以推 但如果你后面好几个的话 那你就是再切再切再切 OK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看OK 如果用范围的话 这样会 我是觉得比较有效率 插入 范围 给我一个范围吧 好 我给你一个范围 一二三 它过来的话就一二三 所以你就把它 再切开来 所以这个资料会丢到A里面去 然后我就按确定 向下填满 结果一模一样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方向路 我来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这些的话 因为前面呢 我们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有提到 另外好像在第三次 第二次上课好像另外那个 一百五十一那个好像也有提到自定函数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写一个自定函数的方式 都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回去尽量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如果你以前写的那个公式太冗长 你希望能够用VBA把你的那一串公式简化成一个自定函数的话 那就可以利用刚刚讲的这种方法 OK 刚开始也许如果也不要找太难的了 你可以找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复杂的案例 工作里面如果出现 那你可以拿来多多练习 尽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技能 我讲过了就是熟练会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熟练 第三阶段就是再把那个熟练的东西再更上一层都变化 很多东西串在一起 那就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自动化 这样的话呢 你当然相对的以前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重复做一些事的话 那那个时间你会省下来 相对的当然你就会发现你的工作 就不需要那么的忙碌 有些东西一下就好了 一下就好了就换下一个 看能不能自动去演算 自动帮你完成很多事情 那剩下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间 这种相关的案例还蛮多的 我发现很多学会之后 并且用在工作上 看到最大的效益 好像似乎就是他们的时间变多了 另外自信心也提高 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向的循环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是把那个sub跟function 其实有点是在做个复习 把前面的东西再丢到这个数学函数里面再弄一遍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来看那个 刚刚三铺档 所以再来就三米斧 所以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三米斧函数 三米斧跟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的那个概念蛮接近的 因为其实书牛分析表里面它主要就是帮你做那个资料的某些栏位 它第一个如果是数字它就直接帮你三米斧 就是某一些东西它帮你就直接直接做什么做加种 如果是那个东西它帮你加种 那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那个三米斧函数的相关应用